百病归于皮 一个中程药 补皮器 养气血 安神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咱们经常说皮为后天之本 皮是气血生化之源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的食物 需要经过胃的消化了以后 有皮把这个精气传输到周身上去 如果你皮气虚了 气血生化就无缘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这个气血不足 引起的症状就有这个 心慌 失眠多梦 头晕 身体乏力 整天觉得没精神 那我最近接诊过好几个 就是由于这个心皮两须 引起了失眠 气血不足的这一类的患者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解读一个很常见的中程药 龟皮汤 这个龟皮汤呢 帮助我们补皮器 养血器 安心神 这个龟皮汤的组成呢 就是有这个 茯苓啊 白竹啊 黄芪 龙眼肉 人参 当然现在由党师来代替 也有酸枣仁 当归 远至木香 甘草 生姜 大藻来组成 我们看这个方中的这个 人参 白竹 甘草和茯苓呢 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补气 比较有名的四菌子汤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又加上黄芪 加上黄芪了以后呢 就更有这个 温皮 益气的作用 另外呢 你像这个酸枣仁和软质 与茯苓呢 它是一个宁形安神的 远质 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跟这个心质有关 另外呢 你看那个酸枣仁 我们都知道 它是很有名的一个 安神的一个药 这里面呢 茯苓 茯苓这个时候 有的呢 它喜欢用茯神 我们认为它更宁形安神 就茯苓本身就有这个 宁形安神的作用 另外这里面 你看还有这个什么 当归和龙眼肉 是这个 补血养性的 尤其那个龙眼肉 当归呢 是补血的 还有那个龙眼肉 它是一种水果 我们吃过的都知道 这个是很甜的 南方的一个水果 但是我们认为呢 它呢 养性也很有力量 另外呢 再有一个是木香 木香有形 脾胃之气的功能 所以我们木香 那个香味 你看有的时候 做香料 闻闻那个木香 那个味 可能就觉得 皮胃比较舒服 还有呢 我们用木香 它是什么 你看全药里面 偏于呆滞 所以你看 我们用了木香呢 它能够 是整体这个药方 补而不治 另外它是行气的 得以疏通 更多的呢 能发挥我们的补移功能 我们常常说了 补药 你不能一味的补 有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疏 木香呢 就起这个功能 另外呢 如果说是食欲不振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加上焦酸鲜呢 沉皮拌下 有的呢 如果失眠比较重的呢 我们可以这个加大酸道汁的用量 临床上我们也这么用 如果说是有这个心皮两须 躺着睡不着 也不是说特别烦躁 我们可以加大酸道汁 有的时候呢 还要加五味子 包括有的时候呢 心情不是很好的 你先加这个荷环皮啊 荷环花呀 等等吧 如果说有的时候 心慌的比较厉害呢 我们常常还要加一些振心安神呢 你比如磁石朱砂呀 用来这个振心安神 那有的情况呢 如果说是有胃寒之冷 面色苍白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温阳药 最主要的这个方式什么 是以心皮两须为主 心皮两须的表现呢 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就是心神不宁 你做到呢 总觉得心里惶恐不安 这是一种 还有呢 是气血亏虚 气血亏虚的表现呢 比如乏力 面色苍白 不喜欢吃东西 这个方式还治一个皮不同血的症 就是说有上面的情况 再有出血的 我们就认为这是皮不同血 皮呢 是因为气血化生的根源 我们常说是心皮两须 其实我们知道皮 在这里面是起关键作用 因为这里面有安心神的药 所以我们说是心皮两须 如果有了这些症状呢 再有这个以气虚为基础 我们说了 你比如说这个面色黄白呀 舌苔淡呀 卖细弱呀 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个方子 好了 百病龟玉皮 养好皮胃 健康自来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感谢观众王医生 感谢观众王医生